好 剛剛我們在這個片子當中 看到李前總統給年輕人的提示 他到現在為止 他其實已經96歲了 其實我對李總統最大的佩服的地方是 他非常勤奮在閱讀 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後大量的閱讀 那麼他維持他的活力 所以你看到他雖然96高齡 但是仍然精神奕奕 那麼這次到日本去訪問 那麼這是一個活力的一個權言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到 李總監是用生命在拼搏 所以他看公司他研究 上市公司他在閱讀 他幾乎卯足了全力 我有時候看到 他經常都是在11澳點才回到家裡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樣一個股市研究當中 你要用盡一生的精力 非常專注的 才能夠找到真正好的投資標的 這也是要大家要以李總監為榜樣 那麼我想這個在剩下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請李總監來告訴大家 他最近看到一個在趨勢上 足得大家注意的公司 我想因為三個月沒有來耶 腦筋的思考其實我有很多的東西 也講不完 時間也有限了 我想所有我的拜訪看到的心得 都敵不過說服的殺戮 這是我非常沉重的 就這一點的觀點 我跟謝董事長完全一樣 我另一段話給大家聽 我希望主政者或者今天收看 老學看世界節目的所有的觀眾 希望你傳達李光耀先生這一段話 李光耀今年九十一歲 他在李光耀觀天下這一本自傳裡面 他提到一段話 我怕把那字念錯了 我念給大家聽 無論世界怎麼樣 新加坡德國基接受他 因為他實在小得無法改變世界 不過我們可以在有限的空間 去嘗試最大限度的利用 在本區域的據數 很大的數 之間穿梭呢 我們必須保持思路敏捷 懂得隨機應變 我想把新加坡德國換成台灣呢 把李光耀換成李登輝呢 我想都差不多一樣 你必須要思路敏捷 懂得隨機應變 你不能因為只有歲元 你把市場裡面企業家最大的命脈 給斬斷股票市場 我想這是尤其是那個十億 交易十億這個部分 扣0.1%的水 這在全世界裡面 只會斬斷台灣企業家的命脈 的資金的活水 我想這一段話 非常的沉痛 念給大家聽 那一句話都沒有講 這是李光耀觀天下裡面 他學到的內容 我想這最近這樣的走訪裡面 我想提三個內容跟大家報告 當然一個就是機器索備跟自動化機械 美國那麼辛苦的去推動 換大西洋的貿易協定 所謂的TTIP31國 那麼辛苦的去動換太平洋的貿易協定 所謂的TPP13國 現在都加3國16國 像這麼內容它都沒有中國家族 就是要把中國裡面的製造業的資金 拉到美國去 去成就美國製造業 重回美國 像這樣子的內容 我們會發現 美國所有的製造業 一定跟中國的量化 勞力密集 轉點不同 所以在這樣的時空 為什麼Google去做機器人 所以這樣子的內容裡面 我們看到日本四大 包括FANUC、KUKA、APP、安全電機 這四大以機器人為營收主軸的公司 有兩家創了歷史的新高 所以機器人的部分 現在全球有五大個國家 台灣列為第五個 跟韓國 跟台灣跟韓國爭第四 美國、德國跟日本 所以這一塊裡面所形成的內容 會形成台灣的半導體 台灣的精密機械 台灣的工業電腦 台灣的資訊系統的整合 這幾個產業會在機器人手臂 跟自動化設備 在全球大階級的過程裡面 都會產生產業的 利多的興奮的產業蜕變出來 我想這是在投資市場裡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就是 汽車電子化跟輕量化 汽車電子化過去 佔汽車比重大概百分之十 現在拉到百分之二十 那最重要就是Tesla 這位Mask 四十二歲的美國天才 Tesla電動機車 在我們的駕駛的中控裡面 它捨掉了按鍵式的用觸控 所以這也形成 Apple裡面它去連動了法拉利 它去連動了賓士 用到IOS系統裡面 所以你現在看到C-Class出來的 賓士最新的C-Class呢 它在中控駕駛上面 已經沒有按鍵盤了 就好像IP那樣的面板 給你去Touch 所以電子化是為了讓汽油的浮動 消耗耗油能夠減輕 我想說電子化 汽車電子化的過程裡面 非常清楚兩個內容 一個是安全系統 過去的安全叫做被動的安全系統 你哪裡看到安全氣廊 你的倒車雷達 那你的油料裡面的油溫的增設器 這個叫被動的安全系統 現在主動安全系統開始在開發出來 台灣慢慢會連接 現在還沒有 有什麼 有自動防轉的系統 自動煞車系統 自動停車系統 像這些的內容 它完完全全是主動式的安全系統 這個部分芳心為愛 所以汽車電子化這個過程裡面 是台灣另一個利基 那輕量化 這一次的C-Class 賓士C-Class出來 它整車的重量減少了100公斤 一部車大概在1300公斤到1400公斤 這一次它一部車減少100公斤 它裡面的鋁 鋁的用量 占了這一部車裡面40% 過去都20%都不到 所以非常清楚 汽車在輕量化過程裡面 哪些的材料會成為主軸 我想鋁鋁的鋁 應該是一個非常重點的內容 我想這是在輕量化的過程裡面 那航太的輕量化 碳酸纖維 現在你看那些超跑出來的 它那個汽車的鑰匙 全部是碳纖維 不要說裡面 那這有差在哪裡 航太裡面 現在我們以那個787的 就是破音的中型客機 它現在全部用碳纖維以後 它的油量減少以後 如果油量不減 它可以飛一萬五千公里 也就是從洛杉磯 直接飛到英國的倫敦 大概是全世界走最長 它這樣可以減少什麼 可以減少停機費用的支付 可以減少中途停機 再起飛飛機的耗損 可以減少時間 像這樣的內容 航太的輕量化同樣情形 那最後一塊 我想大家比較清晰的最後一塊 就是所謂的先進國家裡面 它目前在做的所謂的 所有的東西的整合的 自動化內容裡面 所謂的無人工廠 那麼這無人工廠 就是在日本我們非常看到 就是自動化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所有它的量力高達90% 95%的時候 它的裡面工廠裡面的燈 基本上都是暗的 我想台灣這一塊裡面 那這個中間要很多的產業 要配合出來 我想這一塊先拋出給大家 因為現在日本 美國 這已經很盛行 所以美國製造回美國 非常清楚 它火車直接開到工廠裡面去 直接運送 然後工廠裡面已經都沒有燈了 就自動化做到這裡 那我們台灣有一家公司 它的機器手臂 已經做到六個關節叫六竹 我們竹城的竹 我們手臂裡面一個關節一個關節 機器人叫一竹二竹 台灣已經做到六竹了 所以我想在台灣裡面 要看到的就是這一塊 第三塊就是所有的 印刷電路板 電子加工 所有電子零件廠裡面的 自動化的過程裡面 有哪些的產業 現在在自動化過程裡面 有些聯動更換的過程 我想這一塊也是非常重要 總共三塊 第三塊比較籠統 但是第三塊卻是很大的 一個產業的生計 所以我簡單今天跟大家報告的 這三個內容 就是自動化跟機器人手臂 這一塊產業裡面 所延伸出來 台灣有四個產業 會相當的興奮 非常感謝李總監 在擺放當中 來參與我們今天的錄影 我希望將來李總監 每個月都能來跟大家 談談他的投資心得 我想這個時間有限 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李總監 對大家來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disse 他說 李總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